关关鞠鸠,在河之舟,窈窕淑女,君子好穷。 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诗句了,不过我们都没有见过这种传说中的鸟儿,鞠鸠。 那么神秘的鞠鸠究竟是什么鸟儿呢? 从诗经的描述当中,我们可以确定,鞠鸠它是一种水鸟。 传说当中,鞠鸠头戴冠雨,看起来颇具王者气度,古人称它是王鞠。 但是鞠鸠却和神鸟凤凰一样,是一种指纹大鸣,不见真身的鸟儿。 鞠鸠是什么这个问题,不仅仅让三千年后的我们感到瘾祸,在古代呢,这也是一大公案。 明代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就曾经加入过寻找鞠鸠的大军,他在《本草纲目》当中写道,呃,标类也。 除此之外,参赛选手还包括天鹅、野鸭等等。 但是遗憾的是,这些鸟儿都没能够稳坐诗经第一鸟的位置。 直到现在,人们依然在寻找鞠鸠是什么的答案,并且发现了新的咸鸟鸟,冠鱼狗。 2011年,陈连山教授和学生在防线考察的时候发现了两只比翼双飞的鸟儿,并且会发出清晰的冠冠的叫声。 后来,有关鸟类专家确认,这种鸟呢,就是水斑酒,当地人俗称冠鱼狗。 陈连山等人认为,鞠鸠就是冠鱼狗。 它们的一生只有一个伴侣,正好用来象征爱情忠贞的夫妻。 诗人用这样的鸟儿脱雾起星,完全符合关鞠的诗意。 不过,无论现实中的鞠鸠究竟是什么鸟,在诗经所描绘的世界当中,它们无疑是美好坚真的爱情的象征。 古老的鞠鸠鸟,就像那些穿越时空的诗人一样,用它们的歌声诠释着永恒的爱情。